在你回台灣以來 難道就沒有人 無私地幫助過你嗎 不要再打個假面具了 你們都是以我的 姐姐 我可以跟你談一談嗎 事情都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你為什麼還要死纏爛打 不可以放過瑞凡呢 你到底想要把我們 逼到什麼地位來甘心呢 你是不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 為什麼你的是非對錯的標準 可以跟我們地球差這麼多 我求妳不要給我丟臉了可不可以 恭喜姐姐 妳贏了 維恩 要對別人承認 自己的老公愛上別人 是容易的事嗎 我真的不知道妳還要我怎麼樣 我們之間並沒有誰輸誰贏 因為這從來就不是 我們兩個的戰爭 真正在打仗的是誰 是過去的溫瑞凡 跟現在的溫瑞凡 反正 現在的妳一定看不起我 連我都看不起自己了 瑞凡現在真的很可憐耶 像走投入那個樣子耶 妳還對她有感情啊 妳是不是怕不得她幹錯跟你附和啊 還是妳嫌自己臉太燙 還喜歡去天下冷屁股 妳為什麼要講這種話啊 對不起 我也讓妳失望 我不是謝安真 我不會溫柔的安慰妳 然後跟著妳一起抱頭痛苦 妳現在這個樣子值得我愛 值得我尊敬嗎 可是我給妳滿滿的愛 對不起 這種愛我不要 為什麼我愛的男人都會讓我失望 問題也許就在妳身上 天偉跟瑞凡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都是讓妳無法完全擁有的人 妳的感情模式就是一直在重複童年的經驗 不斷的渴求卻又等不到 妳必須好好讓童年的創傷痊癒 否則妳就會一直重複過去的經驗 妳會被妳自己無窮無盡的渴求給溺死 懂嗎